继续来关注乌克兰局势 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 过去一天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 打击乌一处临时部署点 并摧毁了乌军大量榴弹炮 炮弹等 同一天 乌克兰哈尔科夫州军事行政长官 西涅谷伯夫说 占领哈尔科夫州 仍然是俄军的主要目标 乌方正在该州夜以继日 加强防御能力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 科纳申科夫10号通报说 过去一天 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 打击了乌克兰武装部队 位于斯拉维扬斯克市的一处 临时部署点 摧毁超过1000枚 每制M777榴弹炮炮弹 以及约700枚冰雹多管火箭炮炮弹 卢干斯克武装力量10号表示 俄军和卢干斯克武装力量 从谢维尔斯克北部发起进攻行动 此次攻势控制了 谢维尔斯克以北 约10公里的一处村庄 当地居民透露说 越来越多的乌克兰守军 正在向城市郊区撤退 并在城市郊区建立防御攻势 乌通社10号援引乌各地军事部门的消息称 过去一天 和军继续对苏美 哈尔科夫 赫尔松 卢干斯克 顿涅茨克等地区发动袭击 乌克兰哈尔科夫州军事行政长官 西涅谷伯夫10号说 占领哈尔科夫州仍然是俄军主要目标 乌方正在该州夜以继日加强防御能力 同一天 卢干斯克地区军事行政长官 西尔盖·盖黛说 俄军正在卢干斯克地区的 别洛哥罗夫卡附近集结兵力 另据乌克兰24频道10号报道 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说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已指示最高军事将领 制定夺回南部沿海地区的计划 该地区对乌克兰国家经济至关重要 为此乌克兰正在集结大量作战部队 另外列兹尼科夫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承认 乌军损失惨重 列兹尼科夫说 乌方需要采取新的作战策略以便扭转局势 他还说乌方正在争取从其他国家获取射程更远的导弹 俄乌冲突目前仍在持续 俄罗斯国家杜马 也就是议会下院主席沃罗军时号表示 俄总统普京尽了最大努力来保障俄国家安全 若不是他做出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决定 世界可能滑向大战边缘 沃罗军还说 乌克兰危机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 但美国及其盟友对乌克兰的命运漠不关心 他们的目的是利用乌克兰危机来削弱俄罗斯 感谢观看